冤情带主怎么读的 过去我在台湾 讲经的时候常常叫人 有一个老太太来告诉我 用我的方法 把自己怨恨的人 列长生派位 供在家里佛堂的旁边 天天拜佛 拜完佛之后要拜他三拜 拜了三年 他来告诉我 怨恨的那个念头 减轻了 但是还是有 听到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人 心里还是不高兴 亲近平等心 生不起来 问我怎么办 我说减轻 是减轻的 我说那你已经不错了 有效果了 继续再拜 你再拜三年 你再拜三年看看 三年还有哥大在的时候 再拜三年 就笑掉了 听到名字 见到这个人 不起怨恨恨心了 功夫不够啊 根性力的 有勇猛精进的 三年时间 真够了 再见面 他要不嫌弃 就去给他打招呼了 给他道歉 向他忏悔 能做到话 不但你自己的愿解解开了 而且你在那里教化众生 那变成什么 变成演戏了 演给大家看了 你看从前是冤家对手 深仇大恨 现在化解了 像兄弟姐妹一样 做给别人看 你看佛法 有这种力量 这是功德思 可是我们看出 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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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错了 也不再怨恨了 怨不怨 承认错呢 不愿意 面子问题 自己心里知道是不对 但是就不肯当众承认 这就是讲 罚路忏悔 不敢 不敢当 罚路忏悔 爱面子 所以说爱面子 是很大的障碍 让你自己知道 忏悔 忏不干净 罪业是减轻了 没有完全消除 所以他不晓得 如果你真忏悔的话 把面子放下 不但致力 而且度人 不但自己罪业下转 功德累积了 帮助别人生起信心 感动那些造作罪业人 自己也想回头 这个功德就大了 感谢观看